立法院会议室内 包括加拿大记者协会副主席 跟瑞典芬兰媒体代表 透过实体跟视讯的方式 与台湾政府和民间人士举行闭门会议 共同探讨民主国家包括台湾 如何更好应对假讯息的挑战 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台湾政府 需对媒体界进行改革 包括建立不受行政体系干预 独立透明的司法程序等 不让假讯息成为中共渗透台湾的工具 而在中共接管下的香港 新闻自由度急速恶化 从香港记者协会公布的 最新新闻自由指数显示 新闻从业人员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 创下八年来新低 就在4月26号 香港大纪元一名记者遭到不明男子跟踪 当男子被质问是否为中共喉舌 大公报的记者时便迅速逃走 时间往前推 4月24号 也有另一名可疑男子 到大纪元记者家敲门自扰 而中共在港喉舌 大公报最近连续刊 输诬蔑法轮功的文章 甚至攻击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大纪元时报 不管它叫什么报 新华社什么的 他们全部都信党 全部都是为共产党来服务 那个不叫媒体 那当他不是媒体的时候 最害怕的就是真相 所以任何媒体 像大纪元或新唐人 你碰触到真相 你就戳中了独裁者的痛处 而独裁者会想尽办法 湮灭真相 近年来香港大纪元频繁遭到骚扰 不止印刷厂遭歹徒袭击 香港记者在大陆的亲友 也遭到中共公安的威胁 而中共也正在利用台湾 新闻自由度高 但信任度低的弱点 攻击台湾民主 台湾社会不得不胜访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魔罩 停留台湾台北采访报道